路边有爸爸一把将小男童拉下机车 还做事会去逮他 爸爸请学一来 连两次推倒儿子不打紧 男童站起来还被踹 拉爸爸裤子求他别走又被踹一次 最后爸爸居然一不做二不休 车骑了就要走 男童赶快冲上去拉机车 结果被拖行十公尺 民众目击吓坏了 事发在台中 由民众拍下冲突前父子两个对话 当时下雨天 爸爸到幼儿园接男童下课 不知道什么原因惹得爸爸不高兴 对着他拳打脚踢 还打算丢抱他 男童幼儿园的老师听到也相当惊讶 爸爸在这一部分算是还蛮 蛮溺爱小孩子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坦白讲我们也是蛮惊讶 我们也要告诫爸爸 就是说他的一个情绪可能要掌握好 此外社会局也将介入调查 要是认定儿虐将开罚最高60万元 爸爸一时失控 恐危害小孩身心 实在相当不妥 记者韩志欣网 是韩台中 财宝报导